欢迎回到音乐玛房 欢迎回到音乐玛房 在这里见到大家 当然是因为解决了部分的问题 我上一次说到 当我录音的时候 去到高音的时候就爆咪 如果令到它不爆咪 声音会很软 所以不知道如何处理 于是唯有停一门 我亦找了一位意大利的朋友 他是一个声音工厅 就是他负责声音 如何运用 他就很好 他就教我 如何录音的时候 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我希望今天 给大家听到的一首歌 大家会喜欢 和可以保持续续 觉得很舒服 这是我希望做到的事情 有一集会和大家聊天 我也想和大家聊天 上两个星期和马厨吃饭 他令到我觉得有个好 不是只和他一人说 不要乱想 他令到我有点感受 我觉得香港人很多聪明 香港很多聪明 很多聪明聪明 尤其是金融业 做生意 很多医学 很多聪明的人 单位独自有两个范畴 香港人经常被人看低 哪两个呢 就是艺术和体育 作为一个在艺术界奋斗的人 我非常心痛感受 上一次吃饭的时候 有一位马主席跟我说 很支持个别 一些很努力的管地骑士 这个很打动我一样 他特别支持的那位是哪位呢 就是王浩南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 对于这位骑士如何看法 会不会有人觉得 我知道他也很努力 会不会有人觉得 就算他这么努力 他也不够聪明 不够聪明 我就不理会他 会不会有这些想法 不妨在留言 告诉我 你怎样看王浩南 我自己的看法是 没错 他现在的骑士 可能不是在这些骑士 即现在这一届的骑士 他未必是最高级的人 但我觉得有时候 将心悲心 人生的道路是长的 尤其是在事业上的道路来说 都是长的 有些人不是一出来 就是很漂亮的 可能不是一些放头跑 跑出来很快的马 未必是的 有些人是厚上马 有些人 其实有不少人都是这样 在他的事业上 经过不断努力 不断的挫败 而更重要的是 不断不认输 忽然有人就开晓 有很多人都不断 我举个例子 例如英国当红的歌手 Ed Sheeran 他在一个访问里面 被人拿回成名之前唱的歌 他自己听到 笑一笑 他说 是的 人生是有这样的经历 是有这样的经过 即是有过程 以前的歌手 王菲 曾经有这件事 他也说 他以前不太满意自己的歌 但这是一个过程 到他满意的时候 他就改回自己的名字 我自己来说 我现在不是一个成功的人士 但如果有些朋友 一直有知善思维心得 一直看到我到现在 会看到我在拍片方面 尤其是明显的 最初我对着镜头非常生压 忽然之间有一天 我就会对着镜头笑 我觉得这件事很重要 人能够保持初心 旅败旅贱 千万不要认输 我觉得天道记 酬琴 亦都会是酬者 是不会放弃的人 所以王浩加油 希望 除了有话会 马主支持你之外 我们作为小粉丝 也希望支持你 加油 希望看到你有成绩 好 现在说回马 明天我会分享的赛事 就是四场五班千八米的赛事 这场赛事 有几只马上一掌 都在田草里竞赛了 整组马里面有一只马 我首先会第一个推介给大家 就是六毫无限惊喜 杨明伦奇 看回报告 他就说 我猜不到 马是一路进步 但我猜不到上一掌 可以进步得这么快 上一掌是真的轻松赢的 如何赢呢 他是直路 打了六边 六边而已 然后轻松赢了两个马位 而且速度是做到1分47秒37的速度 这次虽然增加了5磅 而且档位算是不太好 但是 只要上次轻松得这么交关的情况之后 他在这一组马里面 仍然是有利的 加上最重要的一件事 其实我觉得当一只马正直在进步的阶段里面 上次跑完的体重没有跌到 还升了 我当一只马是 我不要说是当往马 这些很运气 但我觉得这只马如果 它的状态仍然在上升的水平里面 其实真的可以追多一次 所以我就选这只六毫无限惊喜了 好了 接着还会选多一只什么 刚才说过 通常有5只马上一次跑同一场比赛 分别有哪一只呢 刚才说过的浦漫惊喜 接着有华美复星 成功升驱 金刚复星 以及飞凡魅力 上次做到的时间 我觉得真的算是叮当码头 它们的时间最快的是1分47秒77 最慢的是1分48秒02 其实真的差很少 差半秒也不够 那我就要看看 到底金像客 第一哪个状态好些 第二哪个有利 即是哪个比上次的有利因素多了 所以我会这样比较的 华美复星 今次减4磅 当一样是二档 也算是轻档 上一次打了10B 不是用到尽 今次的重量是轻了4磅 不是太大影响 我觉得这一只马来说 就没有特别有利多了 或者是虚底了 我觉得没有特别多的更加好 幸好是差异的因素 所以我会参考它上一次 可能是在这一堆里面 大概这个水平 成功升区 他今次转了骑士的升仔 要收起 不能够 转了骑士 今次就减了2磅 转了一个好些的4磅 上次打了12边左右 也不是用到尽 也是可以更加好 所以我觉得 除了转了骑士 在之前没有跟他操过一货之外 他叫做有利了 但是我也觉得 转了骑士 虽然没有骑过去 但没有操过去 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利的因素 好了 接着是金刚复星 今次是减了2磅 转了一个外档 上次打了7边 不算很重 但是今天他转了外档 转了很远的外档 我觉得整件事 蝕了陶情会比较多 我认为这一只比上次没有理 接着就是这个非凡魅力 今次他减了4磅 好像幻美幅声 减了4磅 而且在外档转了内档 上次他怎么跑 上次他在2蝶 再转了大外档 当中我觉得 虧了的位置 虧了的位置也挺多的 上次他打了16蝶 就是这么多 一只里面最多 但他也不是宽敦的 连环蝶 又未去到尽了 所以我觉得 他今次可以省补的陶情 或者更有利的因素 是更多的 所以如果这4磅 我会选一只来推介给大家 就是6号的非凡魅力 所以我推介的就是2号的非凡魅力 好了 第三只我推介的马 就是一只非常有状态的马 我在神操里看到 这只马的毛色很漂亮 跑步的姿势也看到 神色很好 就是4号的香港精神 雷拉騎 暂时来说是大二本 我知道 他这只马就刚刚试了一只马 那一只马就看到一只马 就是他一出来 和直路的时候 神色非常专注 如果他转弯的时候 其实转弯的时候 好像有点斜望 所以如果他有面箍 就会好些 但是看到他有眼罩 所以我觉得也有配备 去帮帮他 亦都觉得可以接受 上一次2200的徒程 是不适合他跑的 他到尾时有点脚弯的感觉 但是他再对上一场 就是打风那晚 打风取消了那晚 其实他报了谷草千笔 亦都试了杂 就是看到这只马是有捕柱 而且他现在又有状态 我觉得这只马 亦是大家可以选择的一只马 就是这个4号的香港精神 好了 最后一只 为什么我不在那几只 上一次跑的马里选一只 因为我很想留一个位置 给大家看一只冷脚 他可能不是之前有很多成绩 但是如果大家想博一下冷脚 可以试考虑一下 就是这个9号的有力 冒险冬騎 这只马里的杂真的试得不错 而且3磅 他有机会是可以放头的 只要两件事 第一件事 就是他要控制好的补充 不要令他的补充太快 另外就是他轻磅 他轻磅 看看能不能吃到他 今次的119磅轻磅 这个有利因素 如果可以的话 这只也不妨可以考虑一下 会不会是做一只冷脚之选 好了 我推介了四只马 就推介了 现在是时候听歌了 好 今次我送了一首大哭康的一首歌 这首歌不是女主角唱的 是类自孤星雷的一首好听的歌 而且不是主体曲 因为他不是主角 这首歌是什么人 大家都知道 孤星雷的孤星叫Cosette 就像我的名字 他被一个坏人家收养了 唱这首歌的主角角色 就是这个坏人家的女 这个女很喜欢罵主角 后来会和Cosette一起的罵主角 他很喜欢他 但是他丹戀的 这首歌就是说 这个女生丹戀着男主角 他就说 我都很喜欢这个男生 但现在我只可以丹戀 因为我知道 他好像有另一个喜欢的人 他就说 我现在在一条河 其实他自己一个人晚上 走很不开心 他就自己想象 最初的时候 他就想象 他应该和我走 他想象 那个男生与他在一起 但是后来 他就去到歌的中间 他就知道 其实也是自己在捱自己 我这首歌 我唱的时候 带了一些哭响来唱 做一个新的尝试 希望大家喜欢 说大家细心细声 好 去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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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珍试宝 I love him I love him But only on my own 回到來了 喜不喜歡聽我剛才的歌 在留言中留言給我 告訴我你喜歡這首歌 還有告訴我你想聽什麼歌 你可以在留言中分享給我 最好又說名字 我盡量練一練 因為我現在正在處理一些問題 希望盡快整件事做到更多不同的歌 記得訂閱音樂馬房的頻道 和分享給你的朋友一起聽 今集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